來 鮑魚羹做公益 穿上圍裙 賣力叫賣 林佳龍一大早帶著小雞到戲紙 擔任銅板美食 易賣的一日店長 來 喝 美麗啊 飯喝 打包鮑魚羹還親自發送 林佳龍用平價小吃拉近和選民距離 不過效果似乎不如預期 根據自由時報最新民調 新北選戰現任市長侯友宜 有近百分之五十二的支持度 林佳龍只有百分之二十一點七四 有近兩成七的人還沒決定或拒絕表態 交叉分析顯示上次投給蘇貞昌的範略選民 這次只有六成一支持林佳龍 有一成九表態轉挺侯友宜 這也讓林佳龍陷入苦戰 對手當然因為經營了十二年 有相當的實力 我們的一個選戰策略也是 會先爭取綠營選民的回流 會更努力來接觸每一個選民 民調是一個參考 我們是自己跟自己在賽跑 市長會跟市民繼續並肩作戰 不甩民調差距 侯友宜照樣走自己的路 不過針對侯正營出示的警大聲明 綠營再校正 陳校長很清楚的跟我講 沒有任何的模糊空間 他說本校未發布任何聲明 所以我想請問 所謂的警大聲明 從何而來 這一份就是一個造假 就是一個欺騙 這也可能涉及刑責 所以這個不是 就是隨便說 各說各話的問題 那侯正營他們必須要 為什麼涉及這種偽造聲明 來做說明跟道歉 林佳龍陣營對警大聲明 鍥而不捨 攻勢持續發動 新新聞 黃軒 劉威廷 採訪報導